我认识英文的ESoft Metrogamers 并且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 据我所知上周 那么斯里兰法方面 暗期如硕地偿还了中方的贷款 最近呢 斯里兰法政府方面又提出来 希望中方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 或15亿美元的信贷 而中国的金融部门 正在积极研究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China are actively studying the request